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美國的前財長保爾森說,美國對華施壓根本毫無作用 另外,中國遊客出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說你播毒,到遊客少的時候,他們又說人很少 中國宣布,2月6日開始再發出旅遊團,去二十幾個國家,但是為什麼這些國家大有文章? 美國大力搞中國,美國的財金界人士也看不過眼 美國外國雜誌網站1月26日發表文章,文章作者大有來頭,在美國前財長保爾森 保爾森出任公職之前,是美國投資銀行高盛的行政總裁 保爾森的文章表態是,美國對華政策不起作用 文章主要的內容是這樣的,保爾森說,準觀人們都在談論我們如何進入一個新的全球時代 但是,去年和2008年比較,就有著驚人的相似地方 他說,2008年,俄國入侵格羅吉亞,美國與伊朗和朝鮮關係持續緊張 世界面臨嚴峻的全球經濟挑戰,就是次案危機 但是,如今和當時的主要區別是,中美關係的狀態 當時,即使是存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安全利益的衝突 和對全球經濟的不同看法,中美兩國仍然可能開始利己合作 保爾森說,他自己當時任美國財長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與中國領導人合作 防止危機蔓延,減輕危機的最嚴重影響,並恢復宏觀經濟的穩定 如今,中美這種合作是不可想像的 與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不同,新冠疫情並未能激發中美的合作 只是加劇了日漸深化的對立 世界顯然發生了變化,但沒有改變的是,只要美中缺乏 就共同利益進行合作的穩定關係,世界將會是一個非常危險 而且不是那麼繁榮的地方 保爾森說,如今的中美關係正常一種競爭但持有合作的關係 急劇下降到近乎在每一個方面都具有對抗性的關係 因此,與他的盟友相比,美國正將他自身至於相對不利的地位 將制約美國的創新和進行生育化的能力 美國還會喪失,起第三國的市場份額 對於擔心美國會輸掉對華競爭的人來說 美國的行動正正可能將這種擔心變為現實 保爾森說,美國正嘗試組成一個志同道合的國家聯盟 以此制衡,甚至向中國施壓 但這種戰略不起作用,這樣傷害了美國和中國 從長期來看,這種聯盟對美國人的傷害可能更甚於對中國人的傷害 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在某個領域和中國的合作 或者義護保方式開展行動 並且與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保持有益的經貿關係 其實是符合華盛頓的利益 中共很多國家也一樣不喜歡中國的政策、做法或者行為 但沒有任何國家去解決這些擔憂的時候 會模仿華盛頓那本騎入本 甚至華盛頓最親密的戰略夥伴 也不準備像美國那樣廣泛對抗、企圖壓制、甚至在經濟上瓦解中國 布希森說實際上與中國脫歐或者去一體化恰恰相反 很多國家正在深化對華貿易 這也正是中國在2020年超越美國成為歐盟最大的貿易夥伴的原因 總管美國多年以來一直對此發出警告 2002年歐盟對華的進出貿易都實現增長 布希森說在全球南方 華盛頓去中國法的做法表現就更糟糕了 2021年中非貿易達到歷史新高同比增長35% 華盛頓將華為等中國科技公司趕出骨幹電訊價格的行動 在歐洲和印度變得比較好 但在其他地方就變得不好 布希森說如今隨著中國重新開放 美國這些企圖甚至更加不能如願以償 北京正以與美國以外的任何國家都多些來往的策略 應對華盛頓的去中國化 中國正以重新開放邊境 向外國領導人拋出橄欖枝 並且尋求外國資本和投資以重啟中國的經濟 很快會感受到挫折的一方可能是華盛頓而不是北京 貿易規則就是很好的例證 如果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全球近三五二的國家對華貿易都超過對美貿易 華盛頓正面臨經濟引力背道而馳的風險 美國已經成功控制了包括先進半導體在內最敏感的技術 這些將中國拒絕門外企圖肯定會傷害到中國 但是同時都傷害到美國 貝森認為安全緊張局勢已經深深陷入中美兩個關係當中 如今的中國是令人欣慰的強大競爭對手 華盛頓需要意志堅定 但對美中的對話應該保持公平開放的態度 並且尋求與中國展開利己協調方面 準備進行艱難而漫長的努力 未必要守住拜登政府為防止雙邊關係成為自由落體而設置的底線 中美兩個決策制定者應該更頻繁地會面 並且更坦誠地交流 報議心總結 中美某程度上的脫勾無可避免 但大規模脫勾就是無稽之談 美國人受益於與世界的往來 中國仍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美國人要摩參與其中 要摩將份額拱手讓給其他競爭對手 中國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全球金融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毫不掩飾地說他們無意孤立或押制北京 這是華盛頓應該從世界拒絕孤立中國中得到的重要資訊 簡單總結 報議心認為美國孤立中國不會成功 最後美國自己會好傷 另外我想說說西方對中國疫口開放自相矛盾 中國開放之初美西方加強對中國旅客入口限制 怕你中國人出來播毒 但如今西方媒體又開始抱怨中國遊客出來太少 例如《多國之聲》1月26日的報導 標題是中國遊客出局潮未現 亞洲旅遊景點仍然冷清 德國師兄說 雖然中國官方自去年底開始 陸續停止新冠病毒的封鎖能限制措施 並且開放中國民眾出國旅遊 但在農曆春節期間 亞洲傳統的旅遊熱點仍然冷清 並未看到太多的中國旅客出現 而美聯社報導 這個星期只有少數中國遊客出現在泰國清邁古老的塔佩門附近的市場和廣場 塔佩門是泰國很多旅遊熱點之一 但仍然在等待數百萬的中國遊客回到那裡 而近來印尼巴黎島的海灘和泰國清邁寺廟 雖然說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最繁忙的時期 但是仍然相對安靜 不過千萬在唐銀街賣飲品的商人 查入泰普仍然非常樂觀 他相信隨著來自中國的航班數目穩步增加 中國旅遊回來只是時間的問題 他們相信只要呼籲中國出團旅遊 就可能會為泰國帶來更多的遊客 目前在中國遊遊當中 只有個人的旅行者有能力出國旅遊 而且機票是以前的三倍多 2019年有120萬個中國遊客訪問清邁 產生了150億泰匹 即大約4.5億美元的旅遊相關收入 但由於各國對中國大多關閉邊境 另外這個地區的資金過去幾年嚴重流失 泰國旅遊局清邁辦事駐主任蘇拉達說 中國的團體旅遊將會於2月6日恢復 但遊客人數取缺於運營的航班數量 他說希望今年有50萬至60萬中國旅客去當地旅遊 其實外媒訪問這些亞洲當地人和當地政府 他們十分清楚當中國全面恢復對外旅遊團的時候 大批中國旅客就會回去 中國眼見美西方對中國開放這麼敵意 自然會比較嚴格限制出境簽證 何不多將農曆年的旅客留在內地消費 讓中國人多賺錢 今年春節假期全國國旅遊有3.08億人次 與去年相比增加了23.1% 已恢復到2019年疫情前同期的88.6% 而實現國旅遊收入3,758億元 與去年相比增長30% 亦恢復到2019年同期的73.1% 恢復到疫情前73%的春節國旅遊消費 其實已經相當不錯了 至於出境遊 今年春節前6日 全國出境有119萬人次 較去年春節同期增長120% 但比2019年出之前 出境的177萬人次 就只有67% 可見出境遊仍未恢復 在聚集夜 《國家文旅報》發布 旅行團經營中國公民出境團隊旅遊的通知 說從今年2月6日開始 試點恢復全國旅行社和線上旅遊企業 經營中國公民出國旅行團和機票加酒店的業務 即是旅行社已經可以開展相關的宣傳推廣工作 而涉及出團的國家和地區包括 泰國、印尼、柬埔寨、馬爾代夫、斯里蘭卡、菲律賓、馬尼西亞、新加坡、 魯俄、阿聯酋、埃及、肯亞、南非、俄羅斯、瑞士、匈牙利、紐西蘭、 非濟、古巴、阿根廷 據旅行社通主跟我說 內地這個通知雖然不限內地客自由出行的目的地 但如果要跟團或透過旅行團買機票加酒店的 就要受到目的地的限制 見到以美國為首那些國家 他們曾經對中國實施入境限制 現在在這個出團名單上就全部沒有份了 歐洲只有俄斯、瑞士、匈牙利三國 大洋洲只有紐西蘭、非濟就沒有澳洲 內地出團主要是亞洲 但日本、韓國、越南、印度都沒有份 沒有份的國家自然是與中國關係不太友好 澳洲不在目的地名單上 墨爾本長城旅行社的老闆張誠就認為 這些是澳洲對來自中國遊客 提出額外新冠病毒檢測要求之後所得到的結果 張誠說澳洲對來自中國旅客實質的新冠檢測措施 是嚴重的歧視性做法 為什麼只有來自中國的人要接受檢測 而不是所有來自海外的人都要接受檢測呢? 中國遊客就知道哪個國家對他們更友好 結論是有些國家的政府跟美國走 但是他們的人民就要付出代價 真是相當無奈 另外在石樓台的示範評 我會講到美奧寂谷出現大財源潮 當地化學工作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那些年科技企業員工大小的企業文化 其實只是一種假象 美國的假象真的很多 大家好,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的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費訂閱石樓台更方便 我們都優化了視頻播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都可以看得流暢的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是用畫面上的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的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支持巴士的步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BGM